欢迎来到七盖的新闻现场 大家等了大概九个多月的 道法官会议解释 今天终于出炉了 因为阿扁提了三大诉求 第一个诉求 他说你在扁案审查过程里面 一审怎么可以犯法官 周战春案子怎么并到 蔡索信里面去了呢 很清楚道法官会议解释 没有违信 因为他有要点 而且周战春主动提出来 诉求二 一个很重要的 阿扁他说 你为什么用重罪 就把我压起来呢 今天道法官会解释里面清楚讲 你不只是重罪 你还有逃亡跟魅政 所以也是核宪把你压起来 可是他留了一个 另外的一个限收了 他就讲了 以后要压人 不只是重罪 他如果没有逃亡 没有魅政的话 就不见得压 所以扁办今天赶快发了一个声明 二审法官 赶快用这个标准 尽快停止对陈总统的积压 我想二审法官如果写出来说 他就根据665号的解释 所以他继续积压陈总统的话 他是不是扁办 你就不要再有任何的声音 因为他还有逃亡还有那个 因为今天很简单 我不知道大家 陈水扁到底犯几条罪 或许我们现在5.7亿 大家常在讲的5.7亿 7.4亿 甚至说最近在立法院所 传出来的1亿美金 好吧 这些或许都证据确凿 国务基要费也都了解了 这些可能都没有问题 但是我要再问一句 没有别的了嘛 今天到底陈水扁 整个汤污的总金额是多少 现在在世界各地 还有没有其他的户口 我相信这些都还没有到一定 侦办的结果的时候 我觉得只是我们民众不知道 或许在整个司法体系里面 他或许这几件不会湮灭证据 他还有其他的案件 或许出去之后 可能就会有不一样的结果 所以我觉得其实今天 这个解释文跟实际陈水扁的状况 并没有所冲突啊 我觉得大法官再次的提醒大家 要注重人权 这很好 陈水扁的办公室 你要根据这个解释文 去做这样子的期待也很好 不过也要先确定一个观念 你看你民进党跟你讲的就不一样 你总不能说这个665号前面不好 后面很好 所以这个要切割开 一个解释文也要做两种的解读 两种的运用 我想这样子都是不客观的 而且我觉得陈水扁还是合理积压的 你说依照这个你就要放出去 那至少你要印证这两点啊 人家大法官会解释是清楚讲 你有没有逃亡 有没有淹媚证据串证这个要件 那阿扁至少今天把这两个都做了 让法官觉得说 你都确实不会逃亡不会串证啊 陈水扁办公室是见面欣喜 他看到今天这个解释文 他当然要找这个机会之窗嘛 这是种求生本人 我倒觉得就听听就好 至于除了重罪激压以外 逃亡 我举一个大家最熟悉的例子 两个礼拜前 陈水扁向美国政府或军政府 军事法庭提出控告 大家认为他是非常有可能 申请政治庇护 或要求美国介入 他只要能跑到琉球或关倒美军基地 他就说我去美军官员要政治庇护 按照美国华力 给他政治庇护的机会是非常非常高的 怎么没有逃亡之余呢 串政灭政 李建木 你看晃出来以后 受到非常大压力 在法联上就更改 有没有串政呢 有没有面政呢 陈志忠 陈志忠有没有说谎呢 他们一家还在说谎 第三点 钱有没有汇回来 陈总长说有1亿美金 这是瑞士 那美国呢 日本呢 逃亡串政这一半 连钱都还没有汇回啊 钱没有汇回是上次蔡法官积押的要件之一啊 所以大法官虽然做出只有重罪积押 还要一并考量 陈志忠完全合肤 我当然没有办法判断二审法官怎么判 但是从旁观者来看 他仍然具备积押的要件不是吗 所以美义 扁办如果要高兴的话 赶快去把那个什么陶王啊 陷阵串政这赶快都要弄掉 才有机会放人啊 扁办很为难啊 前面说很遗憾 什么法定法官原则 你还是把他压 还是认为说应该是给蔡手续 没有不公平 后半又说很钦佩他的专业跟勇气 大法官做这个 其实刚刚义师兄刚刚讲对了 万一这个时候重罪 重罪要有配套措施才能压嘛 就是你要逃亡灭阵 有可能是其他脑里头重罪的人 放出来 看守所里头的战争 对 这个解释是对其他人 可能是真的 可能陈淑本有单独出不来 因为他目前为止 他的三大要件 他只有重罪这一个 是符合说你不能压他 但是他另外两项 原因没有消失嘛 逃亡跟篡阵嘛 那我们讲其实不管是 一审地院或是二审的 那个邓法官他们的合议庭 那个法院里头 为什么没有放他 理由就是说他在海外 还有很多下落不明的钱 到目前没有汇回来 这是他目前一直被押的原因嘛 所以他现在 扁办赶快发这个意思说 那就刚刚你主持人讲说 有一个巧门啊 那三个月过后 12月25号是不是 老板就可以出来了 那还要看那个时候啊 你钱汇回来的没有啊 你交代清楚了没有 你们这不认罪啊 认罪之后然后 不法所得在哪里要交代清楚嘛 问一下律师啦 今天谢文定在记者会上 特别讲哦 他说重罪 可是如果他是女性 譬如说怀孕 那以后就不能 就不应该压他了 他说是个消极的 那一样啊 以后如果你是印证 你不会逃亡 不会阴昧政绩 不会串政的话 你就要放 可是这不适用 不适用于阿扁啊 对 所以那个就是在态度问题 你现在看阿扁 怎么整法院 怎么四不一没有 然后又是整法 法警啊 然后又是绝食干嘛等等 所以让人家会觉得说 你犯罪后的态度 完全不认罪 所以当然会认为说 你有逃亡之余 甚至于你有串政 比如说像以前 在李建木啊 还是魏哲和 农产弊案的时候 他们两个人 还推翻了原本在 特征组检察官里面 的一个讯问的一个证实 表示还有串政这样的机会 那逃亡根本不用讲 那时候还爆料说什么 哎 总统有知道很多逃亡的路线 还我认为他是违反了 国家机密保护法 所以你会让人家觉得说 对于大法官今天的解释文下来 扁办也不用空欢喜一场 因为事实上 阿扁除了办了重罪以外 他还有其他构成羁押的要件 除非他们 我认为他应该要诚心的认罪 然后认错跟国人认错 这样他或许还有一点的机会 我觉得从整个的事件来看 阿扁他已经大法官四字解释 已经切断了他要放出来 这样的一个幻想 最后他一条路 就只有回归司法面 让他好好的来面对司法的声明 所以沈律师 你不然发这个声明 空欢喜一场 那种不可能 阿扁也不可能放啊 他们到底有没有欢喜 我们无从知道 他当然今天起码 他们对整个事件是非常失望的 那当然他要一行一行 从治理行间去找出 可以安慰自己 也可以安慰阿扁的话 所以我觉得我们真的不必要很认真 因为阿扁是第三款具备的 同时也具备第一款跟第二款 你再怎么找 没有这么完备 具备三个条款的 所以你还有什么话要讲 但是他是他们 阿扁是他们的老板 你就原谅他们这一条 问一下办案的 所以你们以前都是 只要重罪就把人家押起来 以后现在 老里面身上有些人是 应该要放 预期反正这种讲法 预期是说 所有重罪的都会押 他已经讲过了 我再重述你的 对 没错没错 可是这个影响很大 这个因为津贴大 我们会已经解释了 所以这些人以后不能够 你们在办案就不能这样压 这个是原则性的 原则性一定要这样讲 但是潜规则是怎样 所有办案的人员都知道 你重罪 重罪的人留下来打官司 打赢了我就留下来 没有打赢了我输了我就跑 一样的 通通千变一立 没有一个例外的 所以说 我以陈瑞扁这个案来讲的话 今天它是分两个部分 一个是他的行为上的处罚 行为上处罚就是判冲罪 还有一个叫追赃 追赃当时一毛钱都没有追回来 所以说那个法官怎么放人 没有办法放人 你追赃 除了钱没有汇回来之外 我不管你什么理由 老百姓或者是法官 他是结果论 你钱到现在为止 一点一毛钱都没有回来 还有其他的 根本不要讲说没有发现的 没有交代的 这个都不要讨论 另外一个 最重要的一点 还有人在隐匿当中 所以陈瑞扁 不是那个陈瑞扁 他下那个两个条子 就是最佳的一个证据嘛 显了今天大王会解释 这个非常重要 一方面是阿扁本来在期待的 他说里面有没有可能 有人很多人挺我 所以他一直压着说 要赶快去视线 包括说千人要去包围司法院 你如果不视线都不行 今天结果是这样的 那影响很大是怎么样 因为阿扁提出三个诉求 他如果说包括换法官有道理 或者是压他是有道理的 他马上就要求停止激压 今天大王会解释跟他讲 没有继续审 所以阿扁现在乖乖地面对司法 所以今天665号解释文出来之后 我想真正懂得 懂法律的人看完之后 好好看完665号解释 就会知道我想过去对阿扁的两次解释 一个是中途换法官 一个是说是司法人权 这两个问题都已经完全不存在了 这个大法官的解释文 已经就这两个旨意全部解释清楚了 如果再有人用这两个解释 去做犯正之法解读的话 去给阿扁在制造一些事端的时候 我个人来看社会上当然不会接受他 但这里我是觉得 阿扁自己是法律出身嘛 看他看不出来吗 换句话说 扁伴虽然是安慰阿扁 一线曙光出来了 可是我想阿扁自己看完之后 他会知道 如果以目前665号解释文出来之后 阿扁是绝对第一 没有重金赤保的机会 交保的机会是没有的 我觉得不可能了 我觉得真的是不可能了 这个虽然是限索解释 但是已经更明确解释 明确解释的结果 以阿扁现在目前 整个案子的态度来说的话 因为你还有贪亡 有淹蔑声嘴 而且刚刚易师兄讲得很清楚 还外面还有案子哦 还有案子还在侦办当中哦 还没有结束哦 怎么会让你重金赤保交出来 不可能 第二个来说的话 阿扁只有一条路 最好的一条路 就是什么呢 好好的在牢里面 准备二审的官司 回归到司法面 主持人你说 好啦 事先我们出来啦 阿扁你好好面对司法 好好打官司 那个显耀的看法跟你一样 我有稍微不一样的看法 我要借用中信一再讲的那三点 我觉得这个阿扁从此 好啦 使了这条心 好好面对司法 不会改变 此后二审三审的命运 他这个是做定的 这个牢是做定的 我觉得阿扁要听进中信的喊话 就说你是没有办法改变 你的历史的污名 这个定位是改不了的 你不会说 洗净说的污名 然后以台独的英雄 在历史留下 不可能的 你要想你们这一家 你要想想你太太在想什么 你要想你儿子在争的是什么 我觉得阿扁这个时候 不要只是打官司 因为打官司没救 我觉得他要想想 打到今天 你是害了全家人 如果你能够稍微改变你的态度 而不是只是打官司的话 我觉得你老婆 你儿子恐怕还有一点希望 好我们就这样马上回来 今天大晚上会议都已经解释了 最后一道关卡 阿扁最大的一个既望 今天都已经失败 是不是像沈医师讲的 好好去面对 想一想要不要认罪 我们就这样马上回来 好